好 我看在這裡 麻煩你去判斷一下 下列何者哪一個最小 來 我們看第一題 這三個哪個最小 你觀察一下這題有什麼規則 每一個數字都跟所有關 5有關 對吧 所以說麻煩你 全部改成5好不好 什麼叫1、2、5 1、2、5是5有幾次 3次 開4次把次數隨機 4次出來了 那這個我們慢慢來好不好 這開5次先不要動好不好 什麼叫1、2、5 1、2、5是5有幾次 3次 次數對次數內外相乘 變5有幾次 6次 所以本身是5有6次開5次 所以把次數隨機5變機 5分之6是出來了 這也是一樣 25是5有幾次 2次開3次隨機 3隨便機 3分之2再出機 好你觀察一下哪一個最小 你看一下這4分之3 5分之6 3分之2 最小是哪一個 3分之2 怎麼看到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這3個單抽 因為底下是一樣的 所以說我現在要看什麼 次數就好了嘛 所以說3分之2怎樣 最小 所以C是怎樣 最小 看怎麼行 好我們再看這個小題 一樣 判斷一下A B C珠哪一個最小 這題後跟前面差別在哪邊 這邊底下都可以改成幾 5 這底下一不一樣 不一樣 所以說有辦法改成一樣嗎 沒辦法 那怎麼辦 好 所以說底下居然不一樣 所以說我從次數的地方來著手 這樣行不行 來你看這邊 我們先把它改成指數好不好 2開4是什麼意思 本身是2一次 開4是數以4 這本身是3的一次 開6是數以6 這本身是5一次 開8是數以8 這本身是12一次 開12是數以幾 12 行到這邊是你觀察一下 這題為什麼不能乘開 因為次數的都是什麼數 本數沒辦法乘開 所以說如果說我可以把次數的地方變成整數 比如說把這變成23番 或變成244番 這就可以乘開了 好 所以說這時候你看一下 我想辦法把這次數的分母給消掉 這次數是4分之1 6分之1 8分之1 12分之1 就要把它消掉 可不可以消 可以 我把大家 我取4 6 8 12 最小公倍數是幾 24 所以說我把大家 都抓起來幾次 24次 這樣就不行 所以說這就是什麼 我先把大家全部抓起來幾次 24次 好不好 我把它抓起來24次 抓起來24次 就不行 好不好 這個事情 2的 4分之1 3的 6分之1 5的 8分之1 12的 12分之1 好 3乘起來是2的 6次 那2的 6次翻 乘開 乘起來自己 64 這樣行不行 所以一樣 內外3乘 乘起來是3幾次 4次 3次 乘起來自己 8 11 內外 乘起來是5個 3次 5個3次 乘起來自己 125 內外 乘起來是12幾次 2次 乘起來多少 144 所以說你看一下 這4個當中 哪一個最小 這個A 是不是最小 各位 可以 所以說我可以知道 哪一個最小 A是怎樣 最小 就出來了 各位 可以 麻煩你把這題看一下 OK